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晚安 嗨 大家除夕快樂 新年快樂 豪哥晚安 阿吉拉晚安 哈嘍 酒蛋晚安 小衣晚安 哈嘍 Kiwi 正人晚安 似侯晚安 羊鼠嫖翼晚安 秋日晚安 哈嘍 艾爾晚安 似侯晚安 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一開始就這麼喜新 對啊 要過年了 雖然今年過年沒有 沒有回去澳門 是個很平凡 完全不知道做什麼的過年 但是想說之後可能 還是會看跟奶奶去哪裡玩吧 所以 過年就都沒有拍直播 就是 今天直播完是星期天才會再直播 就是等於收假的前一天 讓大家就是 收收心 謝謝羊鼠的事業草 哈囉 彤彤晚安 北緣晚安 陪米娜過年 大家現在在幹嘛 今天是除夕耶 大家應該都在 家裡面 團圓 吃 剛吃完團圓飯嗎 吃完團圓飯要幹嘛 打牌 是嗎 謝謝羊鼠的新地鄉 謝謝太空的一風氣 哈囉 雅雅 正元晚安 正元晚安 阿夏卡拉卡晚安 阿夏卡拉卡晚安 嘎許 走逃 在看米娜 大家除夕在幹嘛 除夕應該跟親戚朋友在團職吧 怎麼有空來看直播 因為我真的是很無聊 我們除夕也沒有吃大餐 我們就把冰箱剩餘的食材 就是煮完 想說初一的話 明天可能會去我朋友家 謝謝黃拉的新年快樂 我們今天除夕也就煮了 煮了冰箱剩下的三顆湯圓 那個鮮肉湯圓 就剩三顆 然後就想要把它煮掉 然後還有 冬粉也丟下去 就是 因為他們只有三顆吃不飽嘛 所以就加了冬粉一起煮這樣子 今天是奶奶煮的 對 他很會利用剩餘的食材去煮東西 反正就是一個 對 對就是個大雜燴 但是因為明天我們要去朋友家 我會帶奶奶去我朋友家玩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無聊 對所以就把他也帶去 不然我們就不知道要幹嘛 哈囉 思涵晚安阿比晚安 日送橘子冰晚安 一台晚安 一台晚安 居然是奶奶組的 難怪今天那麼冷 為什麼 為什麼 張先生新年快樂 奶奶不是要去南部嗎 沒有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沒有要跟爺爺一起回南部了 所以我們兩個在北部 很平淡的過年 謝謝CKU的Honey一起 謝謝好多紅包 我一直在講話都沒有看到有紅包啦 欸我還有搶到十三浪花 謝謝潤柔 還有土司機 謝謝大家的紅包 欸我搶到二十八 好開心喔 謝謝土司機 賈魯特晚安 哈囉 謝謝小 謝黃拉里鳳 請小羽晚安 阿純晚安 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是 除夕耶 穿了新衣 真的是新衣 第一次穿的 穿新衣 戴 不是新帽 這個是奶奶的帽子 過年嘛 我們應景 穿個紅色 淘個喜氣 謝謝好哥 告白氣喬哈 謝謝樹的愛人煙火 謝謝昆昆的爆竹 欸今天除夕耶 已經聽到好多人在放煙炮放煙火 蹦來蹦去 還是蠻有過年的氣氛 只有我跟奶奶比較沒有過年的氣氛 因為就是過年還是要跟家人一起過 比較有感覺 怎麼除夕沒有煮豐盛一點 因為明天 明天跟後天 我跟奶奶去我朋友家住 對所以 就把冰箱剩下的東西煮完這樣 不然會壞掉啊 平凡就是幸福 你不要特別吃很好 反正過幾天就是 跟朋友出去吃飯一定會吃比較好啊 就自己在家就 隨便一點 而且兩個人也很難煮豐盛一點吧 我們煮很 三道菜兩個人都吃不完了 沒有辦法煮很豐盛 謝謝KeeWay的新春燈籠 謝謝蘇的緣份相遇 謝謝玉安的奇才相遇 哈囉 問長天晚安 Mina今天好喜奇 對啊 穿新衣 過年 應景穿個紅衣 我今天是紅衣小女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順順利 然後 能夠 好硬萬萬來 好硬虎虎來 超個喜奇 我是你們的好意思 這是什麼 我好想要贏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等一下 這是什麼特效 剛剛那是什麼 等一下 那是什麼特效 謝謝遊戲Hero的新年快樂 哈囉 攀升晚安 那個特效是什麼 是新春煙火嗎還是什麼 謝謝新鮮檸檬 玫瑰 而且拍攝小雞蹦蹦 要跟TP的誰一起過年 我目前是只有約小迪啦 因為本來想要約小琴一起去吃港式 可是因為他 他去林怡家過年了 在宜蘭 所以 我目前是只有約小迪啦 然後其他天可能就找我朋友這樣子 哈囉 這個字怎麼唸 趙 博生 是唸博嗎 博生 晚安 我家如馬如 烹飽嗎 謝謝阿Kia的團 就好想吃港式你知道嗎 每年到這個時間 就很想吃港式 就是 因為通常過年的時候就會 我跟奶奶會回澳門 然後 怎麼講 廣東人都是聚在一起 就很喜歡喝茶 港式飲茶這樣子 因為平常港式 其實也算是蠻貴的 所以平常也不太有機會吃 過年的時候就會很想念 那個味道 鳳爪 還有那個 蝦餃 我很愛吃 我的第一名是鳳爪 我跟奶奶都很愛鳳爪 就是軟軟爛爛的那種 樸式料理 樸式料理也不會 過年會特別去吃樸式料理嗎 好像不會 比較喜歡喝茶 澳門人 也喜歡喝茶 港澳都喜歡喝茶 大家團圓然後做一大桌 然後就這樣 一邊喝茶一邊聊天 就 一下子時間就過去了 樸式料理的話 比較是一份一份的東西 然後可能就是吃了 吃完就走了 可能 有些人可能也是會去吃樸式 但我們家是還好 因為我媽不愛吃樸式 她覺得樸式很膩很容易吃膩 這樣 謝謝圓滾滾的 謝謝柏林的行李箱 謝謝圓滾滾的 除夕團圓 好可愛 謝謝大家陪我一起過除夕 雖然過年之後幾天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但就想說萬一要出去玩 就是因為我也不喜歡改直播時間 就想說算了拍個星期前 就是當做收假這樣子 所以 中間過年有好長 今天是除夕中間過年有好長 一段時間 我們不會減免 希望大家過年就是 好好的 跟家人團聚啊 然後 出去玩的話就是 口罩記得要戴好 對 我覺得過完也是蠻恐怖的 像前年也是過完年就是疫情 就大爆發 蠻可怕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照顧好身體 我覺得身體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的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就是 快要差不多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吧 就是 因為快要25歲 然後我就自己感覺自己在健康上面 真的就是大不如前 開始出現了一些狀況這樣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 明立晚安 哈囉 Sam新年快樂 Mina有去過龍華茶樓嗎 好像沒有耶 在哪裡啊 哈囉 尊尊晚安 新年快樂 除夕還要值班 她辛苦了吧 因為現在疫情也蠻恐怖的 所以可能過年我跟奶奶是沒有想說 像以前我們可能會想說 初一去哪裡 初二去哪裡 安排很多行程 因為既然疫情的關係 其實出去拍照也都不能脫口罩 所以我們就沒有特別想去哪裡 我們覺得待在家耍費就是最大的幸福 又安全保護自己保護別人 而且我看到新聞說 AKB對我的神推小力友已確診了 所以也是很恐怖 希望我們就是穩住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哈囉勇哥 好嗎 新年快樂 Mina很養生 可是 即便很養生啊 身體還是會 還是會出狀況 而且很多狀況是無法預期的 所以 只能怎麼講 就是進人事 已經進人事 然後之後就是怎麼樣 就是還是要聽天命這樣子 對 謝謝小鈴的慶 謝謝不想上班的新春燈籠 為什麼推友誼 因為 就是她很亮眼啊 你要說什麼 我是個 我是個 喜歡看正妹的人 就是長的正 我就是很容易 就是 我是什麼正妹雷達 就走在路上 這個女生好正喔 就是會忍不住多看幾點的那種 你們不會嗎 謝謝阿順的爆竹 謝謝San 對啊我就嚴控啊 就是 長得好看已經是一個那個 就是 你知道已經大概在我心目中 大概有 呃怎麼講 在我心目中長得好看就已經有70分了 然後 唱歌還不錯再加10分 然後跳舞很好看再加10分 然後 又有舞台妹 跳表 就滿分啦 就 對 我就是一個簡單的人 對 小鈴好久不見 新年快樂 70好高 就是 對啊 真的 我就是一個嚴控 但是對男生就不會這樣子啊 就是 我不知道 我對正妹就是沒有 沒有抵抗力 但是對 就是 大家所謂的帥哥 我就真的還好 謝謝伯俊的爆竹 唯一的缺點是字還是小朋友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小鈴有一些字是怎麼樣 長得不錯唱歌好聽不會跳舞 等一下 小千這句話有bug 你 哪裡長得不錯了 你的字數 當然我沒看過你本人你 留言被讀內心很激動 大家請 踴躍留言 我都 我都會盡量看的 我都會盡量看的 對 只是我有時候常常就是自故自的 就是比如說看到一個什麼 就是開始講自己的 故事 就不會 就不會一直看留言這樣 原來唱歌只占10分 唱歌喔 但是唱歌的10分不好拿耶 就是 就是你基本分 基本分大概5分 然後你個人本身的音色 然後加上技巧什麼 才是慢慢就是加上去 所以 就是 對我覺得我也蠻聽聲音的耶 我覺得聲音其實也蠻重要的 才華都是厚華 才華喔 對我來說 偶像有沒有才華好像 反而不是那麼的重要耶 因為 大部分 泛AKB都是看 跳舞吧 舞台魅力比較重要 然後個性 有趣的話 就是更加粉這樣 或是你的個性有一些萌點之類的 很專業嗎 我不專業 我沒有你們那麼專業 我就是一個 長得好看就已經有70分了 就是 對 米娜會給自己打幾分 蛤 要我幫自己打分數太困難了吧 你們幫我打分數好了 我自己打自己分數 我想想我會給自己打幾分 蛤 那我自己光長相 我就不會給自己70分了 我光長相大概就是 60分吧 就是 算是 算是有及格 但是沒有到很好看 可是因為我已經 我算是很了解自己了 所以 我自己打自己分數 會有一點 不客觀耶 我覺得 長相的話我幫自己打60好了 然後 唱歌啊 可是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以一個 客觀的 唱歌 我自己蠻喜歡自己的歌聲 我給自己10分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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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 蠻喜歡自己唱歌的聲音的 那這樣我有70分了 然後 跳舞 等一下 跳舞跟舞台Merrym我都沒有 所以 對 但是個性是好的 好笑的 所以 70分嘛 長相60 唱歌70 加10分 然後 個性很好 80分 那我大概只有80分 跳舞 可是啊 努力幫自己加個5分好了 我給自己85分 就是 還有努力空間 就是 舞台魅力跟舞蹈的方面 我應該算是蠻客觀的吧 就是 如果以我剛剛自己說的這個標準 樂器能力 但是因為對我來說 犯偶像的時候 我覺得才藝好像 對我來說沒有 我沒有特別著重在才藝耶 因為怎麼說 我 像我自己 推的 我的神推 杜鞭麻油啊 然後 小力友誼啊 其實我 他們也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才藝 可能有啊 可能有那種 就是 很奇妙的特技之類的 但是 就是 對我來說那個才藝可有可無 就是不會影響他在我心目中的分數 所以我覺得好像 看偶像的時候 就是 看舞台魅力啊 然後 就是整體的感覺 好像才藝的話就是 因為平常不會特別 在舞台上表演 比如說我喜歡彈吉他 我就是可能是 放在我的IG 或者是我 直播彈彈琴這樣子 但是 如果不是特別 Focus 沒有特別 關注我的人 可能不知道 米娜會彈貝斯 或是吉他之類的 所以對我來說 才藝好像沒有特別加到分 但是如果 已經喜歡這個偶像的話 可能就會 是額外的加分吧 但是不會到影響很大 哈囉 夜子晚安 很多時候就是入坑了 沒辦法數句話 我覺得 對 好像真的是這樣 我幫自己打分數 我也覺得蠻困難的 因為我 我幫自己打 就是 沒有很客觀啊 我已經 很了解自己了 而且有時候 就是推一個偶像 也沒那麼多數據化的東西啊 只是在 我已經喜歡他的前提下 我在分析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喜歡小夜子 可能是因為這些原因吧 沒有很快 又有很多煙火的聲音 大家在慶祝 新年快樂 你們也是滿滿濾鏡 因為已經在鼠坑裡面了 謝謝米酒帶你去流浪 啊 又有紅包 我又忘記搶了 我來看我還搶得到嗎 他沒有了 沒關係 給你們搶 我們外面在槍戰 你們槍戰嗎 煙火來 新年放煙火 謝謝追蹤 謝謝追蹤 這是我老家嗎 不是 看到這個熟悉的藍沙發就不知道 沒有變 過年沒有地方去呀 奶奶覺得米娜幾分 一萬分 我幫她平 一萬分 有時候喜歡偶像也是沒有特別的道理呀 像我BNK我就很喜歡開門 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我就是 看到她覺得 好像看到自己 好像看到泰國版的Mina 有種很親近的感覺 就喜歡了 新朋友可能對我不清楚 沒關係 多 多來直播間 跟我互動就會越來越了解 我是有多麼的 笨 雖然我很笨啊 我真的蠻笨的 我給奶奶幾分 奶奶 我很想給她負分耶 大概是負一萬分之類的 奶奶奶你幫我打分數的話 你會打幾分 你不能因為我給你負分 你就報復我 你會客管 負一萬分 好喔 我們彼此給彼此負一萬分 哼 謝謝逸辰的報竹 奶奶的那個評價 毫無參考價值好不好 大家可以忘記她 我們負負得人 誰跟她負負得人 我們負負得人 誰跟她負負得人 她學我 對啊 負一萬分是我先講的 Mina有客觀嗎 有啊 我要控訴 我要控訴 她長得不好看 然後玩睡覺 然後 自私 不考慮別人的想法 然後 不做事 懶惰 骯髒 然後 然後 我覺得光這七個 我已經很受不了了耶 還有什麼 那 但自私有南瓜 很多各種方面的自私 反正就 對 就是已經負一萬分了 已經就是沒有任何優點 你知道嗎 然後常常睡過頭 沒有責任感 好 再講個湊十個好了 還有什麼 大家幫我想 好 脾氣差 十個 就是 一個扣 一個扣一千分 那十個就負一萬分 所以你看我這個話不是 亂講的 就是 真的是 我是不是忍耐很久 不是 你們問我為什麼負一萬分 我才解釋的 謝謝博承的 新年快樂 謝謝黑加倫 愛的煙火 十全十不美 對啊 缺點已經是你們可以舉出來 對啊 就是 過年要好好說 不是我 但是過年也不能說謊話啊 那親戚問你們 那個什麼時候結婚 你也不能說謊啊 怎麼就是要誠實 沒對象就沒對象啊 不能不誠實 過年不能不誠實 要 誠心誠意 拜拜 拜月老什麼什麼 這樣才會實現 好不好 哈囉花神 新年快樂 謝博承的閃光星星 對啊 我講的都是實話 講的算少 對啊 要再講過一期之前是講得出來 當然我覺得 好了可以了 我怕我明天看不到太陽 我還想要看到初一的太陽 好不好 好 有沒有人需要我幫忙跟親戚打招呼的 我可以 打招呼 謝謝薇薇的小氣蹦蹦 說太多姐姐嫁不出去就糟糕了 不會啦 他已經有爺爺了 他 我跟你講 那也不一定 有一些人喔 是屬於那種 你知道 就是已經有對象之後 就開始 放縱自己 就覺得 反正我已經有人 我已經架的出去了 然後就會開始放縱自己 可能會越來越胖啊 或者是開始怎麼樣怎麼樣 各種 餓 壞習慣都跑出來 當然我自己覺得奶奶是屬於 就是 有對象之後 變好的那個類型 他以前 對 他以前更糟糕 就是他 有 遇到爺爺之後 反而會 就是比較 我覺得他變懂事了 就是 有時候他可能會 煮 比如說煮一鍋 湯好了 然後就是說 就留一些在家裡 你要留一些帶去爺爺家 就是他 平常的話可能更不會煮 可是因為有爺爺 他就會想說 可以 也讓爺爺藏一下他的手藝 這樣子 就反而會去煮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就是 有比較賢惠 對 就是 對 我覺得是有變好 還有像脾氣方面 他以前脾氣 超沒有耐心的 然後 遇到爺爺之後 可能因為爺爺也是個傻子 欸 爺爺不要 我意思是說爺爺就是他 爺爺他跟我童年 就是跟我很像 就是有時候有點就是 傻 就是那個傻的部分 就是等一下 這個傻是好的 這個傻是稱讚 這個傻是稱讚的 不是這個傻是好的稱讚 就是我跟你們講 有時候人傻是 就是是好事情 你們懂嗎 就是 就是 因為奶奶以前的脾氣不好 他沒有耐心 就是他如果發脾氣的時候 可是 對對對 可是爺爺會不知道他已經生氣了 就還 還要不要吃東西 就是 就是他生氣了 可是爺爺的傻就會讓他就是 我在氣你都看不出來 就算了算了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這個傻是 就是是好事 就是有時候我們不要太 太敏感 太什麼 就是 傻一點會過得開心一點 就是因為爺爺的傻 所以他們就 比較少吵架 然後奶奶的 也因為爺爺的傻 就是比較少神氣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 這兩個改變是 很明顯 我感受到就是他在一起 就是養溢的那種 幸福 然後就是 脾氣有變好 耐心的部分 他以前對我很沒有耐心 可是因為 他現在發現他跟爺爺講話 爺爺爺聽不懂 他就要一直解釋很多次 他對我解釋的時候會不耐煩 比如說 我問他 地球為什麼是圓的 然後他就跟我解釋一遍說 蛤那為什麼 然後就一直問沒完沒完 他就會沒耐心 可是爺爺也傻傻的 然後他就對他會有耐心的解釋 所以他就對我也變得有耐心了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改變 呆呆的 對也有一點呆呆 可是 可是我還是更呆一點 我是那個 就是呆裡面 呆中之呆啊 什麼時候要結婚 這個是長輩會問的問題吧 你是長輩 王子狗狗 你就是那個長輩 啊什麼時候結婚 啊賺多少錢 啊男生做什麼工作 啊家裡環境怎麼樣 但是 好啦但是因為這個就是 他們目前沒有要結婚 所以我就不干預 不干預他們 我們現在的人都晚婚嘛 呆中之呆看起來真的好呆 對啊我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呆 就是可能 我也不知道其實我有時候真的常在想 為什麼我跟奶奶同一個生長環境 然後我跟 我也是跟一般的正常小孩 就是在一樣的環境下生長的啊 為什麼 欸謝謝熊熊的陪你看世界 哇這個 酷欸 101 好炫炮喔 謝謝 謝謝熊熊 新年快樂 謝謝浪Live官方 這是真的官方會送禮物喔 新年快樂 我剛講到哪裡去了 欸我忘記我剛講到哪裡了 我剛說到什麼 我剛說什麼 我剛說什麼咧 我看了一下不 它好漂亮 突然忘記剛才是在說什麼了 我剛說 我剛說的啥 人氣多官方會來送 是自動發送的還是由小編進來 小編送的 晚婚 奶奶跟我一樣成長背景 我剛說到奶奶跟我一樣成長背景 我說我常常在想就是 對我明明就是 跟正常的小孩一樣的環境成長 可是周遭的人就是 就是 有的變個社會化 然後出社會 然後變得有歷練 然後就是 就是大家身上都改變很多 可是就只有我還是跟小時候一樣 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啊 為什麼啊 感覺在我這邊就是 就是有某種 東西停滯了你知道嗎 就是 其實有微微的小飢風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無解 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人格特質喔 就是感覺時間就是在我 身上有暫停了一下子 心球最弱 欸好聽欸 我第一次聽這首隨機放的 加歌單 會為了大海而哭的人沒了 不一定 可能也有 只是你們沒 沒一道而已 但我覺得那個真的很難過 可不行我過年 我大過年我不能 不要再講大海了 我真的會難過 我真的看到 看到海 看到海其實是 是會 我覺得可以忘記很多事情 就是聽著那個 坐在海邊 吹著海風啊 然後 看著那個海浪 其實會覺得好遼闊 其實 有時候會覺得 可以忘記很多煩惱 其實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但是 看到海邊 就是 的堆的那些垃圾 就會突然就覺得 嗯 就是 對 我有聽到海哭嗎 聽 海哭的聲音 都哭到都破音了 看到森林呢 森林我倒還沒有 沒有去過 我森林跟山上還是不太一樣吧 只是因為 怎麼講 森林應該 大部分人如果在森林丟垃圾 會埋起來 就是我沒有看到的話 可能就還好 可是 大海的話就是因為大家丟垃圾 然後就是會被海浪一起衝上來 你看到那些 你會覺得很難過 好 我們過年不講大 不行 謝謝茶茶的楓葉 終於晚安 外面是槍戰嗎 過年放煙火啦 不敢亂丟東西了 真的不要亂丟啦 到時候 你丟的垃圾 你在台灣丟 到時候可能在美國的海岸 就是 看到上面寫 繁體中文的垃圾 就是 就是你丟的 所以不要 不要 謝謝玉安的鍾琴玫瑰 然後我想要 就是 講一下 就是 因為我前幾次 不是直播都 就是 哭蠻慘的 我覺得這樣 就不太好 因為很多人都會 跟我說 就是 就是喜歡看 Mina笑的樣子 就是不希望一直看到 小偶像哭哭 所以我 後來就 就是有好好的 冷靜下來 思考 然後我有跟其他成員 就是 稍微聊過 然後我覺得就是 就是我的心態有改變 所以 所以我新的一年 現在開始才是要新的一年 因為 因為我們過農曆年 我們過農曆年 現在是除夕 現在還是 牛糊塗 鼠牛 牛 現在還是牛年 就是今天過了12點 才是真的是虎年 所以 所以 不算 就是 就是真的新的一年 是明天 對明天開始虎年 我 我不會再 就是 在很容易走行 然後我會自己分辨 然後我會自己分辨 就是 什麼 什麼該 什麼該看 什麼不該看 然後自己會分辨 這樣子 對 可是我 我已經調整好我的心態 我會 對 就是現在才是 重新算愛 哈哈 謝謝正人的掌聲鼓勵 就是我要 對我長大了 我一夜長大 就是我要 放大自己的眼界 我不能一直就是 在自己的小圈圈裡面糾結 所以我長大了 我會衝心 謝謝紅包 所以我希望 新的一年 就是 大家都 開開心心的 我也不走心 謝謝 下一個陪你看世界 謝謝 謝謝 有音效耶 這個特效有音效耶 剛剛 咻的時候有煙火 蹦 他有音效耶 這首是樓俊碩的嗎 Yeah I don't rap her Yo Show me 好久沒聽這首了 謝謝修哲的守護靈 謝謝修哲的守護靈 你拿的真心情吸引了你 但是放心 就是 我覺得啊 就是 我之前的個性都太衝動了 就是 其實很多事情我可能 就是 怎麼講 太 自己還沒調整好心態 就 就在直播上亂講話 然後就自己崩潰 我覺得這樣很不好 就是 我應該先找成員 應該順序反過來 因為我 今天的狀況是 我先在直播爆哭 然後再跟成員 就是講我為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樣不好 就是因為我自己 覺得很在意啦 但我覺得以後應該反過來 就是我有什麼事 我先跟 成員 或是我的朋友 說 然後 如果還是覺得很在意 我在直播再跟你們講 就是 我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之類的吧 就是我覺得這個順序應該 改一下 就是可以減少自己 就是失控崩潰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就是我覺得這樣才是 就是才是偶像 該做的 就是 怎麼講 可以有負面情緒 但是不能太長 就是一直展露給你們 也許我的負面情緒會 會給 就是可能會影響到你們 我不知道 是沒有人這樣跟我說 但是我覺得 就是我要改變我 做事的方式 所以 但是我沒有錯 我之後不會哭哭 就是我還是 我還是那個感性的我 就是 就是 只是做事情的 方式跟想法 就是 我希望可以有一些改變 但我不知道 我這次可以維持多久 我希望可以 就是 就是 繼續 好的方向過去 不要再回來 謝謝 紅衣的掌聲鼓勵 但是有沒有真的長大 就是 你們還得觀察幾個月 不是今天我說我 就是 長大了 就真的長大 對 就是 你們請繼續觀察 倉鼠的觀察日記 對 這不是我自己說的算 是 你們真的覺得 你們說才算 對 謝謝CKU的新年快樂 聽我訴說的成員要相當堅強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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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耶 但是總感覺來 也許是因為不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也許是因為不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反而就是怎麼講 旁觀者輕嘛 就是今天如果其他成員有 類似的問題 來問我的時候 我會很 客觀的分析 然後 給建議 但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那時候反而就會一直兜不出來 我覺得就是一個 人的詬病嘛 所以 就希望自己之後可以 就是改變這個吧 就是 對啊 人往往就是 在自己的身上發生的事情 就是會走不出來 可是發生在別人身上 你就明明就可以客觀給建議 那為什麼發生在自己身上 就不行 就是 值得成長的部分 因為我就常常會 就是自己 你知道就是 在自己 就是 小小的世界裡 就是撞來撞去 想說 怎麼講不到出口這樣子 常常會這樣子 在自己的身上 會有很多盲點 真的 就是 像我自己的優點缺點 我可能也 還沒有 你們清楚 也說不定 謝謝蹤影的 啾啾娘 你們都會客觀的 給暈船再見 那自己都 就是 解得了別人的 暈解不了自己 對不對 所以就是 人就是這樣子嘛 有時候真的 自己身上的問題 就是 只有自己能解 推一直鑽薯腳的解 對啊 薯腳 五福紅包是什麼 哈囉阿彌新年快樂 好像倉鼠在滾輪上跑著找出口 倉鼠在滾輪上沒有在找出口啊 他只是喜歡跑步而已 跟我一樣 有時候會發現自己的缺點 當不想面對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是知道自己的缺點 但是怎麼講 就是自己的缺點 也不是說 想要改就可以改變 就是 得慢慢來 或者是有了缺點 他其實是 一體兩面 有好有壞 是優點也是缺點 謝謝CKU的喊你一起 我自己的缺點 我自己的缺點喔 我覺得我的缺點就是 怎麼講 不太 不太 不太會拒絕 就是如果要拒絕別人的時候 會想很多理由 想說 真的不想要 可是要怎麼拒絕 其實很容易被推銷 或者是 什麼的 其實不太懂得怎麼拒絕 可能是 就是耳根子比較軟白 就比如說人家在路邊做那種 什麼 在花一個時間幫我填個問卷 什麼 就會覺得他好辛苦 我幫他填一下好了 然後填完之後 來 我只佔用你一分鐘的時間 你聽我講一下好不好 就好 請你講喔 就講了十分鐘 超趕時間的 你說一分鐘 講了十分鐘 選選阿娘告白氣球 可是我在路上遇到 我還是會停下來 聽他講 就想說他好像蠻辛苦的 這就是一個 這是我想幫他 我想幫他 可是我又 他說一分鐘 我就 就想說好 我一分鐘 可是我就是 耳根就是軟滿 謝謝 不想上班的戳戳你 一定都是十分鐘起跳 對 但是我有遇過 他說一分鐘 真的是講一分鐘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我知道 這是我的缺點 可是就是看到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是不是 就是 也許有的 他是真的 就是 只要你幫忙 舔一下 你就可以幫助他 早點下班 之類的 就是 這是我的缺點 就是怎麼講 太好說話了 跟你說十分鐘 然後提前結束 那當然好啊 那當然好啊 反正有幫到他就好了 路上推銷完全不留情 連正眼都不會看他 我覺得要看 要看是什麼東西 因為有的不一定是推銷 有的可能就是在做試調啊 或者是 可能是社團要幹嘛 就是 有些就是需要業績或是什麼 也不一定要你花錢 他只是 你幫他做個問卷就好的 我就覺得 就是你沒有要我掏錢 我 我OK啊 我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幫忙 謝謝秀依的爆竹 哈囉 易傑晚安 幫忙拿傳單 雖然我不見得會看那個東西 謝謝熊熊的心理箱 聽完推銷也不買的話 可能會很失望 就是我也不太會拒絕的缺點 傳單我一定會幫忙拿 因為 因為我朋友之前有去發過傳單 好 麥當當的得來數也說一分鐘 可是得來數已經算很快了吧 西門那邊推銷太多了 我不要 我覺得西門啊 東區啊 中山啊 這些地方 人多的地方 人多就是有很多推銷 就是 對 很恐怖 沒事不要出門 我在那邊被推銷過好多次 沒事不要出門 太可怕了 謝謝太空的鍾琴玫瑰 只要光你走在路上 你就可以看到有人就是 就是 眼神很銳利的 就是想要找你推銷 我真的覺得好恐怖喔 刺青之後沒什麼人跟你推銷 原來刺青的作用是這個啊 看到有人就是 準備推銷 然後先 本來衣服穿好好的 有沒有突然就 故意露出刺青 然後這樣 走經過的然後撞一下這樣 他就不敢跟你推銷 我咳嗽他就會跑了 是嗎 可是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有點 怎麼講 防疫鬆懈了嗎 你哪很容易跟他們對到眼 為什麼 我沒有 我上次在西門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跟你們說過 我在西門 我那時候是在等朋友 忘記要幹嘛了 我在等人 然後我就看到有人就是 不小心 反正就是剛好 我在看我朋友來了 然後我剛好跟一個 就是要推銷的人 對到眼 對到眼之後想說完了 他看起來一臉就要推銷 然後馬上對到眼之後就裝沒事 然後我就對著那個 就是捷運站出來 不是有那個地圖 然後就是出口走 拿來什麼路的那個地圖嗎 然後就馬上對著那個地圖 還有公告欄 這樣面對他 我想說你不要過來 然後結果他還是過來 不知道是可以打擾你一下嗎 我想為什麼都已經 那麼明顯了 我就不想要拿給他沒事 為我這麼近 對著那個公告欄 他還要過來找我講話 我很明顯就是不想要理他 他還 那很煩 不是啊 我都已經面壁思過了 我知道我剛剛不應該跟他對到眼 可是我只是在看我朋友來了沒 我一臉好推銷 我的臉看起來是 比較需要推肉吧 這個肉 我真的覺得 我25歲我臉頰的那個肉 都還沒有 就是膠原蛋白還那麼多 應該老了是可能會垂下來 你們知道老人家有兩種 跟獅子有兩種一樣 一種老人家就是老了之後會 就是那個 就是 長得很像奶奶 對我奶奶就長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臉這樣 揉進去然後他的臉頰 就是沒有任何殘性跟膠原蛋白 就是已經只有皮包補 他的臉 然後也沒有牙齒 這樣子的這種老人家 咦 謝謝廚師姐甜蜜愛心 他可愛喔 然後一種老人家是 他會有肉 可是他的肉會 就是垂下來的那種 就是有兩種 我覺得我老了是 是垂下來的那種 奶奶全身單口 不瞞你們說 剛剛聽到的那個煙火聲 其實是騙你們的 其實我 我轟打奶奶的那個 槍聲 已經千瘡百口 一種是倒縮一種是發福 可是通常怎麼講 其實胖一點看起來會年輕一點 就是 就是 因為你胖嘛你就不會有皺紋 就 像花嗎就沒有什麼皺紋 他就是胖 膨起來 皮膚有皺紋 你膨 就沒有皺紋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覺得我看起來很年輕 因為我膨啊 謝謝阿卡的火力壓制 我常常跟奶奶拌嘴嗎 我們每天不罵對方十句是不行的 會睡不著耶 每天一定要罵個十句 不罵就 我心裡過不去 謝謝博承的爆竹 對我的興趣就是罵奶奶啊 說不定他們有發傳單的群組 我在裡面是推銷百名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但我肯定我在詐騙集團裡面 肯定是優良客戶 謝謝正人的信義世界潮 不是說過年不說謊 胖胖 他不在家會特地打電話過去嗎 是也沒有啦 他不在家我很peace啊 我很開心 我不需要罵人喧嘅 可是奶奶在家我就是會生氣耶 他的臉擋的就是看了會生氣的那種臉 要這個優良客戶幹嘛 就是他們才會再打電話來啊 所以 我不是說我 什麼時候 去年 就是詐騙集團有在打來 然後跟我講了 所以你網購什麼東西 就是跟之前一模一樣的那個手法 因為我已經被騙過 他絕對是因為我是優良客戶 所以他又故技從事打了這個優良客戶的名單 但他殊不知我已經成長了 我不會再被騙了 所以我直接罵他說 你到底在騙幾次啊 把電話掛掉 我本來對我罵超久 對我那時候是我自己罵 我罵完就 然後就把電話掛掉 但是我後來覺得 我最後還聽到他就是 我在罵然後他就 您說什麼我聽不懂 然後我就掛掉 我不想再聽他解釋 但我覺得 應該我下次要繼續罵 罵到就是他先掛我電話 這才代表我的成功 對吧 成語都出來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那我現在可能 可能有被 詐騙集團從優良名單移除 因為他被我罵 對我被黑名單了 我應該不會再接到電話了吧 不然我是不是蠻想再罵一次 因為我平常沒有什麼機會罵人 你知道 可是那個我真的超氣 我生氣的時候我是會 很兇 然後 然後整個臉會脹紅的那種 對我生氣的時候是這個樣 切野正人的一封信 對我應該被黑名單了 可是好舒爽喔 我有一種就是我十年前的那個結 只是被 被 解開了 所以我說有時候 就是怎麼講 就是那個心結 能解開那個心結的人只有自己 因為我曾經被詐騙之前騙過 可是被騙的前 就是拿不完 我心裡雖然 我爸媽沒有責怪我 他們就跟我說學一個教訓 對我知道 可是 就 就怎麼講 自己心裡還是有一個坎 就覺得我怎麼那麼笨被騙 就是那個心結 就一直到就是十年後 他又打了同樣 十年後還是同一個伎倆 Come on 進步點好嗎 現在已經2022年了 好反正 就是我把他罵回去的時候 我就心裡那個結就開了 我就覺得他五千塊就 Let it go 讓他去吧 至少我就是罵他 罵回去了 我的心結就解開了 我以後再也不會被騙了 但也許他會換新的詐騙手法 但是我應該是沒那麼容易被騙 我已經是個有社會歷驗的場所了 好想是為你的 哈囉 主題晚安 五千塊的售後服務 那他也太晚打了吧 十年後才再打 也沒有到十年啦 我被騙你就十八歲的事情 那也才七年 七年後再打 教材都沒更新 對呀 下次假裝我兒子被綁架 還蠻好玩的耶 對我報仇了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耶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就陪詐騙手團聊 你兒子被趴下 蛤 我兒子 他現在在哪裡 我馬上 我馬上會錢過去這樣子 我就陪他演啊 然後他就 可是沒有收到你的款項 怎麼可能 你再看一次 之類的 我就陪他玩 浪費他時間 然後結果最後他還是沒收到錢 多棒 減少一個人被騙 因為我浪費他的時間 他是少騙一個人的錢 是不是很棒 當然我沒時間 我就不會陪他了啦 有時間我就陪他玩啦 講到破爺 我太氣了 喝個水 冷靜一下 好我冷靜了 我冷靜了 謝謝怡君的報仇 等一下 為什麼剛剛那麼多煙火 我都沒嚇到 因為我剛剛好冷靜 我剛剛冷靜完 然後我就謝謝怡君的報仇 然後爆 就爆炸了 好冷 怡君 你的報仇 為什麼是真的會爆 怡君 你是你派的眼線吧 我剛剛冷靜完 我是恨主 救命喔 等一下我的鼻水要流出來了 我的天啊 好大的報仇 對啊 蛤 你哪是年獸嗎 真的很恐怖耶 剛剛那個報仇 我又破音了 不行我要再冷靜一下 會不會我一喝水又 爆竹又是過來 你們不要再送爆竹了 好可怕喔 好 謝謝大家的報仇 謝謝羽囊 謝謝QA的報仇 我怎麼還是破音 好可怕喔 又強這樣 外面太恐怖了 大家除夕夜千萬 大家好好看MINA直播 不要隨便出門 可能會被年獸抓走啊 謝謝土司節 幸福快樂 現在阿當的小悠爆炸了 小悠爆炸了 我剛剛也差點爆炸 原地爆炸 謝謝小千的爆竹 大家就很愛送我爆竹 我真的會嚇死欸 欸那個超無預警的 就是剛剛10點是什麼 不是剛剛是10點05分 我被嚇到吧 10點05分是什麼量成基石 為什麼要突然爆竹 謝謝桐桐的爆竹 那是送爆竹的影響 太真實了 根本4D環繞吧 嚇死我了 謝謝正人好小雨 其他弟兄被 詐騙然後秒破 就是我跟你講 有社會經驗的話 就是 一聽就知道那個是詐騙的 他那個光他那個 一講話我就知道了 年獸看到你就會嚇跑 年獸看到我才會嚇跑吧 謝謝洛克的爆竹 其實奶奶在房間開槍 他來報復我了 糟糕 你哪有沒有接到 假裝送名產的詐騙 假裝送名產的詐騙 沒有欸 可以詐騙一下我嗎 假裝送名產的 你沒接過耶 讀書有教詐騙 對阿說我那時候被叫到教官司 被教官罵了好久 我們不是清醒客 就叫過很多次這個詐騙 你怎麼還會被騙呢 沒有教官先生沒有講 對但就是 對我被去叫去教官司罵了 因為我有去警察局報案 然後報案好像 就是學校那邊也會知道吧 我不知道反正就對 對 對上課有講 老師有講你有沒有在聽 你沒有在聽嘛 好不好 我五千塊繳學費 學校已經只要學費 但我沒好好學 所以我又交了五千塊 這個學費 我以後不會再被詐騙 對 晚安 新年快樂 接到電話才知道你在外面出車禍 蛤?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米娜不要太常罵詐騙 我也沒有很常接到詐騙的電話 會不會威脅 她 有種就來我家 好不好 有種就來啊 教官沒有聰明 教官也不是真的罵啦 就是 就是有點 教官的語氣是有點無奈 就是 唉 這不是上課都教了嗎 怎麼還會被騙 就是 對 教官最後還是有關心我錢有沒有拿回來 但我說沒有 拿不回來 教官是有種就是 唉 就是無奈 恨鐵不成港 對啊 本來都差點變港了 這首歌也蠻好聽的耶 這首歌也蠻好聽的耶 叫做 8Ball 就好聽耶 加歌單 謝謝下來的愛的煙火 一萬以下的經驗都算便宜了 對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也是學生啊 那個銀行帳戶裡沒多少錢 不然他可能會騙更多 警察自己都會被騙 真的 我覺得 詐騙就是 層出不窮 8Ball是團 所以他是一個團 是嗎 他有好幾個人 是嗎 蠻好聽的 我喜歡 謝謝博成的小月刷起來成功 對 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的歌 我覺得蠻好聽的 你剛剛打詐騙電話給朋友 朋友秒掛 你為什麼 大過年呢 要打詐騙電話給你朋友 乖乖 乖乖晚安 不認識的電話都不接 對我現在看到不認識的電話 我也都不敢接 除非他打了很多通我才會接 就覺得可能真的有什麼事情吧 可是通常他要不認識 我就不敢亂接 白沙拉晚安 謝謝 謝謝 偉的煙火 詐騙報你名字說出車禍需要錢 蛤 也太笨了吧 應該要打電話給你的爸媽 怎麼會打給本人說你出車禍 這個太雷了吧 這個詐騙集團太雷了吧 0906開頭的都不要接 蛤 為什麼 可是我手機是0906開頭的耶 那我打給你們你們不接 為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0906開頭不要接 我手機真的是0906開頭 為什麼 為什麼是知道我手機是0906 所以說不要接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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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驚訝到破音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0906開頭不能接 什麼 他打來 啊你們又不接 我打給誰 結果詐騙集團是我自己 我不是 我是真人耶 什麼 為什麼啦 為什麼0906不能接 我手機真的是0906開頭耶 為什麼 嚇到吃葵瓜子 為什麼 都是他 是嗎 網路上說0906通常都這樣 真的假的 不是 我不是 真的假的 騙人 有嗎 我不相信 欸 欸這首也很好聽 加歌單 等一下 我很容易被掛掉 可是我平常也不會打電話 等一下 為什麼 詐騙電話 我搜尋詐騙電話 0906 真的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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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直收到0906的貸款一堆 不知道能不能封鎖所有0906開頭的電話 不是 為什麼 等一下 09 前世版開頭0906是屬於亞太電信所有 我不是亞太電信耶 我不是 我從來沒用過亞太耶 為什麼啊 等一下 又是樓俊碩嗎 Yeah colorful 好聽 抽單 什麼 為什麼 真的耶 為什麼0906是 我不是亞太 我也不是詐騙啊 我這手機是從詐騙集團取得的 最好啦 0906電話很多好不好 等一下 為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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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詐騙電話耶 你們不接我的電話喔 就是我 反正我信了 你們想是不是記錯了自己的電話 不是 我真的是0906 我用很久了耶 我從 我來台灣之後就一直是 這個電話號碼呀 用三年多了 我又不是詐騙耶 我打給你們也要接耶 我是0906 如果你們看到0906開頭是我唷 你們的心都被我騙走了 那我是小偷喔 我是用偷的 我不是用騙的 騙多少人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耶 不是我耶 我又不是犯人 我又不是犯人 所以大家守著0906的電話 大家不能 對 大家不可以隨便被騙耶 對 你接起來你先問他 請問是Mina嗎 如果他 他的話你就可以掛電話 他一定是詐騙集團 對 對啊 詐騙不是很多都是 國際電話嗎 就是他 他不是在台灣的電話 聽聲音就知道 喔對 我聲音那麼好認 對耶 來到Mina可以交還心嗎 不還你們啊 不還你們 0906打來說要買握手卷 怎麼可能 我握我自己就好了 左手握右手 我幹嘛要買握手卷 我不用買啊 新加坡的詐騙電話 都是台灣來的 怎麼台灣的詐騙電話 都是大陸來的 奇怪 為什麼都 喔我知道了 因為就跟我當時我被詐騙 因為他是海外電話 他是大陸打來的 所以 就沒有辦法追蹤到 他們準確的位置 所以錢就要不回來 難怪 就是詐騙集團 他不能騙自己國家的 因為這樣太好追蹤到 他就故意海外電話 難怪 所以詐騙集團 其實就是環環相控 搞不好都是同一個公司 亞洲 亞洲 某個公司的詐騙集團 他就是這樣環環相控 你就是不能騙自己國家 是一個大的連鎖咲戀 連鎖戀 連鎖戀 好過分 好壞 好壞 但世界上就是有人就是想要靠騙別人來賺不易之財 我真的覺得當上面集團的人很可惡 可不可以從這世界上消失 可是就不行 就有些人就是貪財 想不饒而獲 謝謝讓Live官方的老虎 謝謝明貓之運的陪你看世界 謝謝 新年快樂 這次沒有煙火音效了 我幫你速捧速捧 謝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紅包 對我今年沒有紅包耶 因為沒有輕器 他們很聰明用在不好的地方 就跟那個我看很多X調查的那些死刑犯 其實他們都是超聰明的耶 桃獄什麼的 其實他們很多犯罪者其實都是很聰明 但是他把聰明用錯的地方了 我都覺得好可惜喔 如果把他們聰明用在對的地方一定是個人才 你哪睜大眼睛的樣子很猛 你說多大 眼白很多的部分 我突然想到昨天喊喊他突然密我 他問我說我的隱形眼鏡是幾度 然後我就跟他說300多 他說不行了 因為他說他之前買太多透明的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的度數就是很難找到一樣 而且這也是現在 就是 大家都 就是現在很少團員是帶透明的隱形眼鏡 然後 而且 而且又很難找到度數一樣 他說他想到透明的隱形眼鏡第一個 就想到 他說團裡面會帶透明的大概只剩米娜了吧 他就問我 可是因為度數不一樣 所以就沒辦法 就是現在很多人都會帶變色片 或是放大片吧 可是我自己是 平常就是喜歡帶透明的 就是現在 欸什麼意思 什麼什麼意思 拿出來粉絲抽獎 那也要度數一樣啊 對好像現在很少人是在透明的 不然就像雷吉是美鏡是不用戴隱形眼鏡的 我是有拍攝或是特別的活動的話 可能才會帶 變色片或是放大片 但是 平常的話就是 平常的話就不會帶 平常頂多帶透明的啦 就是 因為透明的比較舒服啊 因為我之前看 有報導是說 就是一直帶那種變色片的話 好像會 就是 就是對眼睛不好啦 就是 眼睛的那個透氧綠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對眼睛不太好 今天眼妝很用心 過年啦 好好的話 打扮漂漂亮亮 所以是 你哪還是傳統保守 也 這個跟傳統保守沒關係吧 只是個人喜好問題吧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 就是 我比較追求 自然的感覺 就是 即便帶放大片 我也不會帶就是 特別大的那種 其實戴隱形眼鏡蠻就很不好 但是 跳舞的話 運動 戴眼鏡還是蠻不方便的 框架眼鏡還會戴嗎 我其實很少戴耶 因為我在家裡都不戴 我在家裡不會戴眼鏡 因為我們家很小 就是我們家的範圍都能看清楚 對 隱形眼鏡本來就有傷害眼睛的位置 我覺得就是要 清理乾淨啦 因為如果 你去 你去雷射眼睛 雷射近視的話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也是 也是蠻可怕的 就是 都有風險 就是 要小心 眼鏡蠻咪娜好久沒出現了 不好看啊 我戴眼鏡不好看耶 300度還是戴一下 在家裡不需要吧 在家裡 戴眼鏡不舒服 因為會一直壓鼻樑 不戴比較舒服 在家 其實 我們家真的很小 真的沒有大到需要戴眼鏡 來看清楚什麼 沒有東西需要看清楚 也沒有電視 沒有東西需要看 Mina為什麼要藍髮 藍髮是因為我覺得我的頭髮 我的頭髮很多 很厚重 就是 不懶的話 就是會看起來很 很重 整個人很重 就對了 不然我也是不太想懶 因為懶頭髮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要一直不懶一直不懶 這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不懶的話 就是 髮色太深 頭髮又太厚太多 就是即便打薄它還是很厚重 就是 所以我只能懶這樣子 但是我也沒有一直懶啦 我大概一年懶個三次左右吧 就是 就是 讓它不要看起來那麼重 但我也不會懶特別淺顏色 其實我也蠻想試試看淺顏色 只是我覺得 因為我懶頭髮的話 就是很貴 所以就沒有去 因為 瓢頭髮大概一長出一公分 我就會受不了吧 所以就 都是懶 稍微不要那麼 讓頭髮看起來那麼重 然後 就可以長長一點 然後再去懶這樣子 所以我也沒有很長懶 就是一年大概懶個三次左右 一百度不需要戴眼鏡啦 如果我 如果我 頭髮不是這種髮質這種髮色 因為有些人天生 細軟髮的話 其實就 像品寒就是細軟髮 我就覺得其實就不太需要懶頭髮 就是 因為他頭髮就是會很損 細軟髮 因為我的話是因為頭髮太 太 我頭髮是硬 粗又硬 然後 髮色很黑很黑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會很 很重 就是 有髮質的關係 一百度不戴結果三百了 不是 這不是 這不是戴不戴的問題吧 這只是因為你別的外力因素吧 就是 你不要近視加深的原因 然後 主要是不要 過度用眼 然後還有就是 看不清楚的時候你也不要 就是 瞇眼睛去 勉強自己看到 因為這個非常傷害 眼睛 就是看不到就看不到 看不到就戴眼鏡 不要去硬擠這樣 啊我的燈倒了 在家裡真的不需要戴眼鏡啦 我家真的很小很小 就是近視三百度都能看得很清楚 沒有東西需要看清楚的 一年會剪幾次頭髮 我以前一年只剪一次耶 可是剪短髮之後發現好像 就是 需要定期修一下 不然會看起來就是很可怕 短髮之後就是剪頭髮次數變多 但是我就是現在 今年想要把頭髮稍微留長一點啊 就是 有點看膩這個長度 所以目前沒有打算剪 就會 把他留長 除非到他又 哪天又很膨 我可能會再稍微修一點點 對啊 但我現在頭髮我就可以再留長一些 阿福晚安 今天有機會看到眼鏡米娜 眼鏡米娜 我的眼睛我太久沒戴 我都才不知道在哪裡 如果米娜去剪頭髮會長這樣 我覺得應該也蠻好看的吧 自己說 其實我蠻想去剪頭髮 只是我覺得很貴又很麻煩 如果有廠商願意贊助 就是你知道 幫我免費弄的話 我是願意去的 我也蠻想試試看 別的淺一點的髮色 因為我主要的原因是 我的髮色 太 頭髮太黑 然後 太多了 就是一直打薄還是很厚 我這次打薄過後 不然真的超級無敵厚重的 所以 我覺得頭髮髮色比較太深 藍淺應該都是不錯的啦 只是 就是 貴 只是因為很貴 嗨草莓醬 新年快樂 為了在家我也可以看清楚 我現在看得很清楚啊 我現在看留言這樣看得很清楚啊 我看得清楚啦 為什麼要戴眼鏡 我覺得主要就是看不清楚說不要用力去瞇眼睛 黏牆自己看得清楚 因為真的很傷眼睛 在家不需要啦 在家真的不需要啦 在家真的不需要 對 就是沒有特別吃大腸 跟平常吃的一樣 但之後幾天出去玩應該會吃好一點啦 所以今天就隨便吃 今天燈很不乖 對 其實 現在還有多少成員 還在用當初送的這個直播的燈啊 因為我 前幾天 不是發現它好像壞掉不亮嗎 然後最近發現又好了 我本來已經上網 想說我要再買一個直播的燈 對 然後看了一下又想說 可是 可是它好像又還 突然又可以用了 所以我想說先不要買好了 這燈真的是用超久 用了三年多了 只有我嗎 那為什麼其他人的用那麼快 就壞掉了 Mina明天要去哪裡玩啊 去朋友家 去我朋友家 來過你 他發現我想換掉它只好乖一點 而且我 上網看了一下直播燈發現 也不便宜耶 我找到最便宜的是200塊 好像是 但是也是價差很大 也是有500塊的燈 那我看到500塊 我想說捨不得花 想說還是先用一下好了 想換的時候會自動好起來 這麼神奇 有些成員都開始用網美燈了 網美燈跟直播燈有什麼不一樣 買個好的就不用一直買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看起來跟我網路快200塊差不多 不是便宜的 他送的果然是便宜的 好這不至重點 但是就是也用了很久耶 我覺得這個燈出來小歸小 我的直播燈是這樣圓圓圓的啊 就是當初剛直播的時候 他們送的 送給成員 一人一個的 他沒有很快外啊 我用了三年多了耶 三年多了耶 就是讓Live送我們的啊 用了三年多了 而且他會壞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我有時候直播完啊 沒有馬上收這個燈 然後這個是他的按鍵 丟在地上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踩到 還是奶奶也有踩到 你看他的按鍵這邊 就是這邊是好的 你們看好的狀態是怎樣 這個是被我們不小心踩到 這兩個電源跟這個 被我們踩到扁掉 所以才那個有點壞壞 接觸不了 但是 但是 之後還可以用啊 三年很長壽嗎 就是如果我們不踩到他的話 他現在應該超級好的吧 有時候真的 因為有時候直播很頻繁 就是今天直播 然後第二天的直播 我就不會收 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那時候不小心踩到 對是自己用壞的 所以我不是要其他成員的 為什麼都沒有繼續用了 就是 他蠻耐用的啊 哈囉 FREE PLUS晚安 所以他其實蠻耐用 下的燈是頭斷掉 什麼頭斷掉啊 新團員有嗎 應該都有吧 說不定有成員沒話 應該有吧 只是沒有 你們不知道而已 有比我的臉大嗎 我的臉有很大嗎 我看一下 這個直播端大概是這樣 沒有比我的臉大 好 我就臉大 好不好 有人在用台燈直播嗎 是不是台燈還是不太一樣吧 這樣打燈會不會傷免 還好啦 直播又不是一整天都對著這個燈 而且因為他可以調亮度啊 不要調不要調太亮就好了 可以調暗 調暗也還ok啊 手裝上臉的瞬間 我今天應該有人問我 那個燈更有比我臉大嗎 我想說對一下那個那個啊 燈長一下 我想說 我的臉比較大 看起來很像 很像我要鑽進什麼洞裡面 然後自己卡住 謝謝蹤影的新春燈囉 謝謝博團新年快樂 但因為這個燈是小的啦 其實他 我看到比較貴的也有大的尺寸 可是我覺得小的就蠻夠用啊 知道多大 因為這樣就很夠用 而且大的搞不好更耗電 我比燈圓 差不多啦 謝謝吐司也緣分相遇 夕陽燈是幹嘛 我覺得這 可以不花錢我真的不要花錢啊 我覺得現在這個就很好了 粒子的跟游泳圈一樣大 為什麼要那麼大 我覺得小的就夠啦 我們家沒有那麼大地方放很大的燈啦 我覺得小的比較 小巧可愛適合我們家 我們家也是就是小巧可愛 對 我們家沒有很小 他是小巧可愛 很可愛 我們家很可愛 以後人家問你不要說米娜家很小 你說米娜家很可愛 你說米娜家很可愛 小巧可愛 跟人一樣小巧可愛 好不好 我們家東西都不要太大 因為放不下 用不完 對不對 我們東西就是小巧可愛 好可愛 夕陽燈挺有氣氛的 直播是需要什麼氣氛 我覺得氣氛 好我不知道 我是一個沒有情調的人 好不好 什麼霓虹燈 夜燈 夕陽燈 我們家不需要這麼多東西 好不好 睡覺就關燈 不要夜燈 就全黑 我沒有在講求這種儀式感 沒有這麼多空間 放那麼多燈啦 好不好 謝謝卡拉的小月刷起來 爆炸 對啊 我們家 我自己 我跟你講我們家真的不需要這些裝飾 這些燈光 光是一首歌 一個音樂 就可以轉變氣氛 我覺得音樂很重要 我是不能沒有音樂的人 可以拍到不一定直播 這個燈我平常拍到也會用啊 我有時候在家 疫情期間 我在家自己拍的照片 就是比如說 我 那個 反正我疫情期間有在家拍很多照片 就是比如說Mina的那個 37號的襪子那些 都是在家裡拍的啊 也是 也是開這個直播燈 用的 它拍照也可以用啊 就是會比較亮 就是以這個距離是ok的啊 如果遠的話就開 再強一點的光 我覺得其實蠻夠用的 LED軟燈條一條不到100 但就是我東西沒有壞 我就手不著 換掉它嘛 就是 可以用就繼續用啊 我襪子也是要穿到破洞 不然就鬆掉了才可以換掉 就是 就是 東西就是用它壞了再換掉就好了 對 哈囉 就是晚安 那就堪用嘛 謝謝阿凱的啾啾你喔 疫情節為了在家裡拍出美照的高級網美照 我覺得不用吧 你們有覺得我的照片看起來很低級嗎 低級 就是 對啊我覺得有差嗎 反正 我的照片應該 也沒有看起來質感很差吧 就是 就算我在家裡拍 我也是可以 就是 拍得還不錯啊 不是一定要有網美燈才能成為網美的 好不好 低級的 我不知道啊 你們剛剛有人說 買高級網美燈拍起來的照片很高級 我想說 那我 我拍起來的照片有很低級嗎 也不會吧 就是 看不出來啊 就算我說我穿50塊的衣服 我不說你們也看不出來嘛 是不是 價值取決於你 你自己內心好不好 我覺得它 有超過50塊的價值 它穿起來就是超過50塊的價值 雖然我承認有一些 就是高檔的服裝 它確實是 就是比如說 它有它的細節在啦 可能車線比較 比較細緻啊 或者是材質比較好什麼的 也不一定 但是就是 就是我覺得我衣服沒有需要 就是 我可能很快就會洗心眼 就是我沒有必要買到那麼好的質料 我大概就是那種 就是拍照穿過了 差不多就OK了的那種 就是沒有必要穿到特別好的 而且我買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我買它的價錢有高過 比如說50塊的洋裝 我覺得以洋裝來說買到50塊 我覺得它超 它有高過 就是我覺得它完全值這個價錢啊 就是 它賣100塊我可能也會買吧 反正我就覺得就是 它有物超所值就對了 謝謝熔岩的爆竹 即將彩色玻璃紫珍珠 本來就可以媲美王美人了 但就是要自己就是DIY 手做一下 但我是覺得 就現在這樣白光不好嗎 白白淨淨 因為我也是個簡單的人 因為不需要太儀式感 太複雜的東西 謝謝熔岩的爆竹 不要穿仿的就好了 我是不太會穿 我不會穿仿的啦 我覺得穿仿的就是 就是 看起來很假啊 就是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名牌 我還不如穿沒有任何字的 對 這些就沒有牌 沒有任何的字 那你今天開到幾點 今天呢 我也不知道 看你們想不想跟我聊天 如果你們想要跟朋友去聚一聚的話 我就現在關 如果你們還想跟我繼續聊 我是可以播兩個小時的 我都可以啊 哈囉 瑋瑜姐晚安 今天要熟睡 喔 今天要熟睡啊 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欸 跨日 你呢 要我播三個小時太困了吧 雖然我是洗好澡的 不怕阻擋到各個地方 呼喊狂狂就要出發 到十二點 我的天 但我還沒整理我的行李 我明天要去我朋友家住 兩天 我還沒收我的行李 早知道我就晚一點開了 就可以跟大家一起 我是蠻想到 我對 除夕要跨柔 我們家好像都還好 過十二點就是去睡覺 我們家好像還好 明天要外數 對啊 所以我都沒有拍直播 因為我不知道我 就是 過年的時候會去哪個朋友家外數 就怕 就去別人家 他不一定會有直播腳架什麼的 就是直播也很麻煩 所以 我才想說就排今天 然後 下一次就是收假的前一天這樣子 剛姐姐 沒有 現在疫情了 我們就不去台中了 農曆過晚上十一點就算跨日了 那好像可以喔 那我們就播到十一點 到早上才算手術 現在還有這麼那個嗎 我們家從來沒有過耶 我們家從來沒有過耶 家沒有耶 人家可能就是不是一個很有儀式感的家庭 我們過年過節也不會 就是可能會吃一頓好料啦 但是也沒有其他就是 也不會特別佈置什麼東西 頂多貼個春蓮吧 就這樣 哈哈哈哈 明天是一大早就要去嗎 理想的話是希望一大早去啦 因為 搭車的話也是要好幾個小時 早一點去都可以多玩一些的 偶爾熟睡 偶爾熟睡是什麼 但我們家好像都還好耶 哈囉 冰可樂晚安 謝謝紅包 謝謝圖斯基的紅包 看我搶得到嗎 欸我搶到了耶 謝謝 現在是下雨嗎 對啊 剛剛還在放煙火突然就下雨了 哈囉安安晚安 早一點確定奶奶騎得來嗎 不起來也得起來啊 今天就不要太晚睡了 也沒有說要多早啦 我是跟我朋友說大概中午左右到 就是沒有說要很早 可能到那邊就一起吃個飯這樣 謝謝新鮮檸檬的浪漫玫瑰 新鮮米娜專幫他趕 有這個可愛的帽子 很可愛 不起來我就拔他 奶奶不起來我就自己去我同學家 他就自己一個人過年 他趕不起來 謝謝夏爾的胸抱 新年快樂 上海的習俗是早上吃湯圓 喔好像有聽說過 不過我們今天晚上吃了湯圓 聖誕老人裝 對阿我想說這個衣服 過年可以穿聖誕節也可以穿 紅色的 你哪有帶睫毛嗎 帶睫毛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帶睫毛 帶假睫毛嗎 沒有這是真的睫毛啦 這是真的睫毛 有帶鬍子嗎 你看我像是有鬍子的樣子嗎 雖然我是真的有點小鬍子 但是這個要真的真的 很近很近看才會看到 直播看不太出來 但我確實我有一點小鬍子 貓門過年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活動 好像也沒有 其實亞洲都差不多吧 就是 除夕熟睡 然後 大年初一就去走走村 然後 找親戚朋友吃飯聚餐 過年大概就這樣子吧 就拜拜年 其實都差不多啦 也沒有特別的習俗 給好孩子禮物 現在不是聖誕節 美女才有鬍子 對嘛 我有鬍子 是美女 北方人會吃餃子 我是哪裡人 我是台北人 我台北人 睫毛不是用帶的 對啊睫毛是刷的啦 我第一次讓她說帶睫毛 睫毛怎麼用帶的 要也是黏 黏假睫毛可以用黏的 沒有用帶 睫毛帶不上去 大家不是隱形眼鏡這種人帶 北方人什麼睫的都吃餃子 但我也蠻喜歡吃 其實我喜歡北方人的那個飲食 就是吃餃子啊 就是麵哥搭麵條 因為我是不喜歡吃飯 對 我是北方人吧我 南方人吃什麼 南方人應該就吃米飯吧我想 印象Mina台中人 台中人都吃什麼啊 不知道 欸為什麼都愛吃 因為我是吃貨 什麼都愛吃 米娜都是過澳門西嗎 澳門跟台灣差不多啦 差不多 唯一的差別就是那個 紅包 澳門就是結婚以前 都可以一直領紅包 然後台灣的話 是出社會的 有賺錢就不會拿紅包 所以我回澳門 就可以一直領紅包 年還沒有結婚 我未婚好不好 大概就這個不一樣吧 其他都差不多啦 其實過年就是 跟家人聚一聚啊 好長的睫毛 還好吧我今天 沒有很認真刷耶 也沒有 就是今天就是一個 就是隨便夾的睫毛 你沒有看過 欸是很少看我直播嗎 我有時候 有表演或是活動 有認真刷睫毛的話 不會長這個樣 會更明顯更長耶 我今天是隨便刷的 廣東的習俗是紅包會包兩份 啊對 我覺得拜年的時候 對他們也會包兩份 就是比如說 十塊錢十塊錢那種 就是 去不是那麼 不是很熟的親戚 可能是朋友的家拜年的時候 他們就會包好幾包那種 比如說十塊錢十塊錢的紅包 然後包兩包三包這樣子給 就他們不知道我喜歡包很多包 但台灣的話都會是一包厚厚的這樣 對啊他們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真的廣東人就是會包好幾包這樣 有時候兩包三包都有 你哪會講廣東話 就不標準啊 我只會 講修修 就很少 很少在講 這個睫毛是可以放棉花棒的睫毛 可以啦 只要有刷睫毛膏誰都嘛 可以 以前過年熬到十二點去準備爆竹 但現在的話好像規定比較嚴格 就不能隨便放 你們家是發到有小孩為止 真的喔 所以也是每個人家可能有自己的規定也不一樣 你哪收過最大的紅包是多少 最大的紅包喔 應該是 應該是 兩千塊差不多吧 兩千塊算是很大了 可是因為我們家親戚其實也不多 所以過年的時候 就也不會拿到很多紅包啦 謝謝圖師姐的爆竹 Mina的睫毛好像洋娃娃一樣 會嗎 可是我今天真的沒有 沒有 很認真刷 就是隨便刷的 平常有活動的時候會更那個 會刷的更認真 更明顯一點 可是說到睫毛我覺得 雨林的睫毛是更像洋娃娃吧 雨林的睫毛是 就是 上下睫毛 就是很像真人洋娃娃那樣 然後她眼睛又很圓很大 真的很像洋娃娃欸 我還好吧 我是比較 我是真人 對 雨林是洋娃娃 兩千 兩千是台幣啦 澳門幣的話就是可能五百吧 澳門人過年都去哪有啊 澳門人過年都去哪有啊 其實也沒什麼地方玩呢 我過年就是在我們家附近走走啊 然後走一走就走到賭場 因為我家附近就離賭場很近 就是我家附近有公園啦 就去公園晃晃 然後走一走就走到賭場 然後就 就這樣 沒幹嘛 然後去朋友家親戚家拜個年 過年其實 其實也沒幹嘛真的 就是這樣子啊 吃飯一直在吃啊 那進去賭一把 有啊我有賭啊 我前年去的時候有賭一下 那不是我的錢 就是爸爸媽媽的錢 沒有好像是 去朋友家拜年拿到的紅包 可能那種小小的十塊錢 就放進去小賭一下 會啊就試試手氣啊 贏啊還是輸 好像就沒贏也沒賺 十塊錢金十塊錢出來 就是裡面贏了又輸了 輸了又贏了這樣子 他就是好像有一個機率吧 因為我賭的也不多 大概就這樣 其他附近是賭場 因為澳門這賭場很多啊 吃餃子老虎嗎 不是好像是一個 很忘記那個是什麼了 是 比大小還是什麼 比大小或是撲克牌之類的 那個 蠻好玩的 因為我不敢賭多 當然也不敢說會賺多少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幹嘛 就去打發時間下 也是蠻好玩的啊 21點 21點 我爸爸會玩 但是21點那邊都是大桌 就是 玩比較大的 我就不敢玩 呵呵 德州布告我也不會玩耶 有機會來了解一下那個玩法 我不會賭太多啦 就是小玩而已 米娜是在賭場長大的 我不是 這個不可以亂講 我沒有在賭場長大好不好 我只是有在賭場 就是打工過 我有進去小玩過 但是我就是 就是過年才去小玩一下的 平常是 沒事不會跑去賭場啦 澳門人以為 天天都待在賭場裡嗎 並沒有 現在澳門賭場 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贏 有啊有啊 謝謝星11號的報竹 哈囉愛死丸 在賭場附近長大 好我同意好不好 就真的在賭場附近 你哪新年有打電話回家嗎 昨天有跟媽媽講電話 然後今天早上我媽媽有打電話來 但是我那時候在 在 整理我就不想 就沒接到 不是不想接 沒接到的 明天可能再打一下吧 排七我超喜歡玩的啊 而且跟你們說我最近 最近那個奶奶又問我說 問我說 說到過年 你應該有下載那個 遊戲來玩了吧 然後他就說 他就 他就問我說 你怎麼沒下載遊戲來嗎 我就說有啊 我前天才剛下載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的手機裡是沒有遊戲的 喔對我跟你們講 我最近把那個農場的遊戲刪掉了 對就是 我之前一直覺得 我累積那麼久的 我經營的農場 我就是很捨不得刪 對就是我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那個 就是過年到的時候 我覺得 真的很想打牌 然後我真的特別喜歡 玩牌七 對我就是過年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下載完 然後 然後玩一玩我就覺得 農場好煩 他每過幾個小時 然後他就跳通知說 欸你的農場現在已經 工人都在 偷懶休息囉 你要不要趕快再去 你的農場照顧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好煩 反正我現在 覺得就是每天都在重複 物能做一樣事情 是很無聊 我之前是一直覺得好捨不得 然後就想說 反正我每天 你就花一點點的時間照顧他 然後就 我的農場就是 越來越茁壯 我就很捨不得刪 然後可是因為最近過年了 我就 我就把 那個 就是 玩牌的那個 遊戲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 天哪牌比較好玩 還可以動腦 農場我就是 每天就是 一開始玩的時候覺得還蠻有趣 然後玩久了就是 每天再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挖礦什麼 然後就覺得 有點無聊這樣子 然後我最近都把它刪掉了 對 所以我手機就是沒有遊戲 對 現在就是只有那個 Pi7的那個遊戲而已 然後它也有 也有麻將啦 就是各種 各種遊戲 就是過年的時候就會突然想玩 對 但是我就是 過完年就會把它刪掉 我就每一年 我每一年都重複一樣的事情耶 就是我不能讓我的手機停留遊戲 因為我覺得 遊戲是很耗時間的 對 所以我就是 每一年過年就會把那個遊戲下載回來 然後搭搭牌 然後過完年就把它刪掉這樣 每一年就一直重複 每一年都要再下載一次那個遊戲 下一個茄子的一封信 反正我平常就是不想要我的手機有遊戲 因為這樣就是會影響我的自律 因為你就是 有遊戲你就會覺得我可以玩一下 或是怎麼樣 功能直接被值錢 好啦 我覺得遊戲就是 所以我不願意在遊戲花錢啊 因為遊戲很容易就會玩膩嘛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就是 比較喜歡新鮮感的 所以偶像這份工作非常適合我啊 就是每天我可以學不同的舞 然後我可以去嘗試不同的風格 嘗試不同的工作內容 對不對 就是很多遍嘛 就算是上綜藝節目也有不同的單元 就覺得很有趣啊 可是如果你叫我今天 當一個平凡的上班族 然後我每天都在做一樣事情 打包表 然後上班 打卡 然後下班 打卡 然後就是每天都一樣的事情 我大概真的會覺得很無聊吧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還是蠻喜歡現在的工作的 我就是一個 喜歡新鮮感 不喜歡無聊的人 遊戲產業是怎樣 但是對啊 你們還是可以玩遊戲 只是我個人的那個怪癖而已 謝謝吐司機的吐吐你 對啊就是 反正我現在手機就是只有那個遊戲 我已經把農場刪掉了 對 每天彈貝斯我會很無聊嗎 不會啊 怎麼會無聊 我跟你們講 貝斯跟吉他可有趣了 他 就是有很多首歌可以彈啊 還有很多首歌可以彈啊 喔對喔這個也沒洗對不對 不然想到 Mina可以呆在演藝圈的 不是跟你們說演藝圈這回事 不是說我想呆就可以呆的啊 這也要看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飯碗 有沒有工作邀約什麼的啊 其實不是我想呆演藝圈就可以呆的 貝斯會練slap嗎 其實我好一陣子沒練了 我有在想 就是貝斯有需要再進步一點 但是 就是現在有更重要的東西要練 那就是跳舞 所以我現在 重心比較是放在跳舞上面 練琴的時間其實減少很多 但是我覺得不擠啊 因為吉他跟貝斯都是我很喜歡的東西 我還是 就是我以後還是可以繼續彈 但是至少我現在在當偶像 跳舞本來就是我的本業 所以我當然會分配比較多的時間在跳舞上面 對 反正吉他跟貝斯 就是也不是說 玩舞都不會碰 只是還是會碰 只是時間的比例分配上 就是比重會偏少一些 有想過每周在不同國家工作 但如果真的這樣的話也是蠻累的吧 就是你要一直飛來飛去 而且現在疫情喔 你要一直隔離一直隔離 以前餐飲打工不就很無聊嗎 其實是蠻無聊的說真的 餐飲打工 我覺得餐飲業對我來說是 雖然是一個賣苦力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就是一個人生經歷 因為我覺得 應該是我在學生的時候 我在餐飲業打工 我知道我長大出社會之後 我不可能再從事餐飲業 就是以我讀了這麼多的書 我不可能再從事餐飲業 也不一定啦 就是不能把話說這麼實 但是我很高級 因為我是文科生 我是很喜歡文書處理的東西 語言文字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餐飲業打工 只能說就是我 我自己知道我以後不會去從事的一個行業 所以我覺得在讀書的時候 我以後就是累積一個這樣的經驗也很不錯 因為我不可能長大 我讀了那麼多書 然後長大之後 我也只是在餐廳洗盤子這樣子 就是 雖然可能真的有人是這樣子 但是我希望以後不會是這樣 我就覺得在讀書時期 在餐飲業打工 就是學一個經驗 一個體驗這樣也還不錯 但是你要說工作很有趣嗎 其實每天也就是做差不多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那只是一個 學生時期比較窮嘛 就是短暫的一個打工 但我以後不會做資分工作 所以我覺得它是短暫的就還好 但是其實真的是蠻枯燥的啊 每天就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 下班時候就洗那些東西掃地拖地 就是重複一樣的事情 說真的是蠻無聊 但是 學生窮嘛 就是 就是 加減賺一些錢 就是 比 對我來說還蠻需要的啊 也是學一個經驗 好奇米娜轉練木吉他怎麼練呢 怎麼轉呢 我也不知道 聽到一首歌覺得很想自彈直唱 所以就去學了 大概就是這樣 一開始就是 按的時候覺得手很痛吧 但是 開始練久了長劍啊什麼 就是開始習慣 感覺差不多要活得膩了 怎麼說這種話 每天有不一樣的Mina看還會膩嗎 不要對我膩就好了 餐飲不是也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客人嗎 所以我覺得遇到不一樣的客人 那個是學個經驗啦 但是 每天做的事情其實真的都差不多 貝斯好上手嗎 我其實覺得貝斯算是一個很好 上手的樂器 但是 你 怎麼講 你入門容易 但是你要成為大師就困難 就是它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一個樂器 就是要變得專精的話 還是要下 蠻大的功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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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要對薪水多少的問題 怎麼可能不在意啊 我們 出色為 不就是 你要說我們人類工作 不就是為了混口飯吃嗎 不就是為了生存嗎 為了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啊 就是 薪水當然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會 就是 怎麼樣 有種生活沒有目標的感覺 因為就是為了 為了賺錢 為了過生活 不得不 不得不生活啊 就是 你的 你不得不賺錢 那你當然要選 有薪水高的工作 你可以更快輕鬆 那當然 選薪水高的工作啊 握手會會看到指尖的剪嗎 是 握手會你們要幫我看手相 是不是 但還好我現在手上的剪沒有像 剛接觸吉他的時候那麼的 可怕 剛接觸的時候那個剪已經是 按到就是 我的手指變成有點方形了 可是現在彈久了 不知道那個剪有點 融入我的手指裡了嗎 就是這樣看上去其實還行 摸起來有點厚度 但 看上去沒有一開始剛彈的時候 有那種 就是 一個方形的剪在這裡 他就是融入在我的手指裡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反正他現在看起來還好 謝謝陽明格招二的閃光星星 又剛下的影子 對 這是Semi的歌 很好聽 是 Mina洗完澡了嗎 我洗完澡了 現在是 香噴噴的 謝謝小碗熊的煙火 握手會講話時間都不夠用了 如果沒有空的話 我不知道 握手會可以看手相嗎 你花錢 我 花錢買握手券 然後結果不握我的手 然後看我的手 那不是虧了嗎 Mina有在看競技的嗎 喔 你說過年的競技嗎 我是聽說 大年初一的話不能洗頭 不能洗澡 是不能洗澡還是不能洗澡啊 好像說會把好運洗掉 奶奶也洗了 奶奶是跟在我後面洗的 因為這樣子比較省水 你們知道吧 因為冬天就是水管 因為我們家是老舊公寓 水管比較老舊 所以那個水管需要一段時間才會留 所以洗澡的話就是最好是兩個人接在一起洗 就是我洗完那個水管的水還熱的話 他就不用 因為等他慢慢變熱了 就會浪費那個水 所以他就接在我後面洗 我們都會這樣 野生瓦斯 對 初一不能打掃 我們已經今天打掃差不多 除夕就要大燒出 對 然後該洗的都洗了 這樣子 不能叫人起床 真的假的 那我明天不叫奶奶 但我會把鬧鐘很大聲放在他旁邊 這樣可以嗎 你哪個鼻子畫到嗎 什麼畫到 你說我鼻子 這是我的字啦 我是老鼻啊 我是老鼻啊 老鼻鼻子中間有 有這個點點是很正常的吧 其實很正常的 因為我是老鼻 我平常只是沒有外露 但是老鼻的本質就是 對 這個鼻子藏不住啊 但是牙齒我是 我可以藏住 對 就是 我本質是藏鼠 是 這是真的啦 然後我鼻子就藏不住了 這個是 不是畫到 是真的我的 我的鼻子啊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我真的鼻子 我這樣子會不好 反正我真的鼻子是這個啦 你也太像老鼻 所以我也覺得我很像老鼻 奶奶跟Mina誰洗澡比較快 差不多耶 我們洗澡都是10分鐘的人 不是天竺鼠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鼠耶 倉鼠花地鼠天竺鼠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品種 Mina鼠吧 我大概是自己 特有的品種 奶奶也像老鼠嗎 沒有 只有我 我可能是點來了 對 不是畫到啦 只是 我的老鼠 本來就是老鼠 左鼻翼按按的是陰影 對啊 因為我的 我的燈吧 左鼻翼這邊嗎 就是 打光的關係吧 如果側面就這樣 我側面臉看起來比較瘦啦 可是我直播如果一直這樣講話的話 我覺得我會斜視 我覺得我會斜視 我就會這樣看你們留言 可是我側臉真的比較瘦 對 側臉 你們覺得我左臉好看 這邊是右臉 這邊是右臉 對 但我覺得我會斜視 好嗎 還是回來 謝謝博承的蜜卡找亮點 沒有Mina找亮點 可憐落著 不會啦 落著就是這樣子 你哪像熊鼠 熊鼠是 是一種藏鼠的品種對不對 我真的很像藏鼠耶 一開始看對聲音很不習慣 聽久了 我跟你們講 聲音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聽久了會習慣的 很恐怖哦 謝謝不想上班的祝祝你哦 Mina像楚多楚 瑪基斯卡破10萬廣告 哎今天嗎 今天嗎 對你們會習慣的 你們會 一開始會覺得 Mina怎麼 有人長這麼像老鼠 可是你們看久 就會覺得 對 就是老鼠耶 就是會習慣這件事情 謝謝金魚的新年快樂 好啦 時間也差不多了 謝謝金魚的除夕團圓 對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 謝謝金魚的除夕團圓 怎麼會有老鼠這麼像人 有差嗎 反正就是 我就是沒辦法脫移老鼠 謝謝金魚 他一直開門 他一直開門 祝大家除夕快樂 然後明天除夕就 好好的 跟家人去一去 然後吃飽 好要吃飽喔 然後 現在大家都開開星星的 新的一年 我也長大了 下次見面就是明年喔 這是虎年了 現在還是 現在 現在 算是虎年了嗎 算了吧 如果以農曆 我不知道耶 如果過12點才算的話 就喊 無限開門 嘿嘿 不讓我關伯喔 明天要去升旗 喔 好像有習俗是說 會去 初一去升旗 已經指食了 大家也早點歇息吧 我們下次就是虎年 虎年獻 下一次 下一次直播是 這週 星期日的駭石 對 我駭石會直播 所以大家就駭石見了 大家早點歇息吧 大家虎年快樂 虎年新大運 謝謝的除夕團圓 大家新年快樂 我來發個紅包給大家好了 過年怎麼能不發紅包 說到除夕就是要發紅包對不對 我應該還有錢啦 看看 有喔 紅包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有搶到嗎 嘿嘿嘿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給你們的押稅錢 雖然不多 因為我也 我的浪花也只夠送一包了 沒辦法再送了 謝謝夏娥的紅包 大家新年快樂 哇好多紅包 好大家快搶啊 我也在搶 耶我又搶到耶 謝謝夏娥好多包好多包 搞不好我搶一搶 我又可以 再發你們紅包 這是一個什麼 互發紅包的概念 搶完然後我再發 搶完我再發 我怕有些人手術慢 我幫你們搶 然後再發給你們 當然如果你還是搶不到的話 反正就是 你真的太慢了 好不好 謝謝好多紅包 好開心喔 我過年都沒有那麼多紅包 耶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茄子的紅包 祝大家都有個 好彩頭 謝謝熊熊 耶好多紅包 好謝謝土司吉 紅包搶不完耶 大家是不是捨不得我下播 怎麼那麼多紅包 謝謝大家 新年快樂 謝謝數學課本 感覺還有好多事情 沒有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這直播就是星期天 我星期天應該話也會超多 我會有超多要跟大家分享的 但過年的話我也會 對我會努力拍照片 欸謝謝燕的紅包 我會努力拍照片 欸我的拼圖怎麼被怪物吃掉 為什麼我有怪獸出現 是年獸吃了我的紅包嗎 謝謝燕 我是不知道我今年過年 會不會拍很多照片 因為現在出去外面 都是不能脫口罩的 不過我還有非常非常大量的庫存 我還沒發完 大家記得我之前拍的照片吧 我可是可以發到 春天 明年夏天 不是明年 就是今年的春夏的照片 我都還夠發 欸謝謝小阿光 還有現在綜藝你的紅包 所以我的庫存還是非常之多 只是每次發照片的時候 我都必須要解釋一下 謝謝遊戲D了紅包 其實我要解釋我的照片是在 就是 戶外拍照可以脫口罩的時候拍的 不然都怕有人會誤會 想說有什麼違反規定 我的照片就是 絕對不會是當天拍的好不好 被吃了三個 對他一直有怪獸吃我的紅包 搶到手軟 欸你們應該還好吧 我是 我直播的話 因為我直播鏡頭是這樣 所以我的手要一直這樣抬起來 我手是真的有點帥 你們應該就是 可以這樣子啦 就還好 謝謝超多紅包 謝謝大家的紅包雨 外面在下雨 直播間在下紅包雨 希望大家新年都很好彩頭 大家新年快樂 下次直播就是星期天的害死喔 一直搶不到 可能那邊網路不好吧 謝謝本玩的爆竹 謝謝總你的新年快樂 謝謝Marcus 大家新年快樂 現在大家跟我一起過我的除夕夜 可以了啦 其實可以睡了啦 現在都止時了 可以睡覺了 你們守睡真的會守到早上嗎 那就是一年最傷身體的一天 謝謝阿成的紅包 哇好多紅包 謝謝大家 我沒想到 下次嗨時間 大家過年好好的去玩 謝謝博程的全力聲援 還有還是我播到 還是我八十一點半算了 都不睡 好啦你們可以去看一些 電視節目阿 你們可以看一些電視節目阿 過年不是有除夕特別節目 陪大家通常都會播到一點吧 我記得 我這麼好妥協嗎 我是阿你們一直送 我幫我怎麼刮你 謝謝書的文手禮 比較想看我 我真的有補償你們那個 因為我上上禮拜 一個禮拜都沒發文 我上禮拜真的有每天發照片 我有補回來 我是這個這麼極端的 我不發照片 我一個禮拜都不發 我要發我一個禮拜天天都發 就是這麼極端 謝謝冰冰的爆竹 他有心理要整理 好啦好啦 拿去收行李 謝謝冰冰 謝謝冰冰 米娜才比較好看 但是我 我都在講幹話阿 原來你們喜歡看我講幹話 好啦我來唸今天的榜單喔 每天發文好開心 可是我好累喔 其實每天發的真的很辛苦 就是 就是要一直想 照片怎麼拍板比較好看 然後要修圖 然後要 就是要 就是要 在整點發的時候 就是很急迫 就是 等一下我在等這個整點 然後錯過 不行等下一個 這是還是會這樣 謝謝追蹤 主要我覺得修圖跟排版是最累的啦 文案到這還好 文案就打打自己的感想心情等等了 每天發文是蠻累的 每天發文是蠻累的 但主要就是想說 把三週年的東西趕快發一發 不然 我發到2100 在三週年 大家會想說 這三週年也太久了吧 就是趕快發一發這樣 然後平常的話 就是 我還是有囤貨的習慣 所以可能不會太常發 大概也是兩 兩天發一次 兩三天發一次啦 就是 我要留點底 不然哪知道 過完年會不會疫情又 一波爆發 然後都 又開始三級警戒什麼 又不能出門什麼 就很可怕 所以我還是得留點底啦 謝謝玉安的一封信 重點是還要整年發文 這就是一個 對我自己的強迫症 有人發到五月 有人發到五月 你說三週年要發到五月嗎 還有成人在發年列照 其實我年列照片也還有耶 只是我現在 就是 我會留著 然後可能哪天就把它刪掉了 這樣子 因為我會覺得 連列照片都過了那麼久 有點不是很想發 但又覺得有些照片還不錯啊 好像 又很想要 發給你們看 就是 看我的Kimoji 可是哪天就發了 或是哪天就刪了也不一定 謝博承的七台祥語音 三週年發到四週年 我真的覺得三週年都到了 四週年還會遠嗎 我們三週年都變三點五週年 我們大概在六個月左右吧 六個月 對啊 就差不多了 就四週年了 也快了 對 我照片 我會留很久 然後 可是哪天我覺得這照片真的太久 我真的不會發 我就會把它刪掉 一次刪幾百張照片 是一件很舒爽的事情 你知道嗎 三大錢請發一下 可是有些照片這真的太久了 我覺得突然發會不會太突然了 就像我前年去澳門過年的照片 我到 我到現在還沒發耶 但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可能過年想念澳門的時候 就突然發了也說不定 對 就是 誰也沒想到疫情會這麼久 就是 我直接兩年沒回家 對啊 然後還好澳門照片還留著 還有很多可以發 其實 我真的是一個超級囤貨王 對 然後大家還以為米娜回澳門了 其實沒有 就是前年的照片 對 我喝多了 我沒有喝 我沒醉好不好 你們習慣我鴨照片了 謝謝鴨鴨的紅包 鴨鴨的紅包我長得跟一隻倉鼠一樣 放線動讓系統自己刪 欸 再說 星期五是終神合格四周年 哇這種日子你們還 還記得 我自己都記不得 倉鼠的學生時期 喔喔 你錯過了 我有一次直播給大家看了超多學生時期的米娜 有十年前的米娜喔 你錯過了 我不會再秀大家第二次了好不好 錯過的人就是 錯過就錯過了好不好 來不及了 好啦我來唸今天的排名字五 時間過得好快真的 一下就四年 五年 一下就十年了 今天的B13名是Kiwi 謝謝Kiwi B12名是柏雲 謝謝柏雲 第十一名是CKiwi 謝謝CKiwi 第十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謝謝太空 第九名是小菱 謝謝小菱 第八名是中癮的頭天 怎麼了 我眼睛沒張開 請換掉 請換可愛的我好不好 你要不要加結衣這樣 有嗎 第七名是柏雲 謝謝柏雲 謝謝柏雲 第六名是Akira 謝謝Akira 第五名是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四名是 不想上班 謝謝不想上班 第三名是金魚 謝謝金魚 第二名是想熊 謝謝小熊 第一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大家新年快樂 禮拜天見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謝謝追蹤 什麼時候的直播我也不記得 我也不記得 別錯過了 我不記得哪一天啊 明天有福袋可以搶 欸對我同學有說他明天什麼 要去搶福袋 但我想說好早起喔 我真的是起不來 而且我對福袋還好 福袋就是買個快樂啊 通常裡面的東西就是 就差不多就那樣 謝謝小千的戳戳你 大家周日害時見囉 新年快樂 掰掰 新年快樂 大家晚安 晚安 面膀 可以模仿野獵面 那是什麼 大家晚安 掰掰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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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開心 掰掰 晚安 快樂 好漂亮